你觉得现在豪华SUV什么品牌卖的最好 在2023年如果看30万以上的SUV 国内品牌销量前三名分别是银响、宝马和奔驰 等一会儿30万以上不一直都是BBA的天下吗 什么时候这第一的位置还被抢走了呢 看着越来越多的新环灯出现在路上 于是我就想去看看身边人的答案 说哥你好你好 请问一下你能想到的第一台豪华的SUV是什么车 豪华SUV 宝马 宝马X5 宝马这路上都是宝马X5 给你100万 同样是大五座 这两个车你选哪个呀 这两个车那肯定是X5 本来就是豪华SUV 空间还大 国产班以后 对吧 我也在搬外肯定没上啊 这两个选 那我肯定选117嘛 对吧 117这么好 这么智能的一个车 那X5配置比也要7低 价格又贵 对吧 那我选 为什么不选X5啊 你有啊吗 有啊 你让他选一个 选啊 拿这个 你小孩了对不对 那不管懂什么 你车就是给他买了 买给他做 为了让他们俩争个明白 我们把这两台车都拉过来了 正好啊 前段时间理想L系列改了款 我们一年前也全面对比过L7和X5这两台车 所以干脆一点啊 两台不如三台一起 理想L7和宝马X5价格虽然差了不少 但是共同点是 同样是中大型大五座SUV 奔着多功能属性的车 就必须得摆在一块 不过 如果用大部分人的眼光来看这几台车啊 X5显眼的燃油车特征和镀鸽装饰 确实是霸气外露 好气也外露 这样的印象在很多人心中 确实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洗礼 也算是根深蒂固了 而L7虽然出生至今只有一岁啊 相比于X5二十多岁的高龄 确实属于刚出娘胎不久 但是哪怕不到一岁 也依然实现了2023年9个月的销量 达到了134089辆 甚至12月一个月就有20428辆 这是一岁能干出来的事儿 那你为什么要选宝马X5呢 宝马百年车企 这就是豪华品牌的底蕴 这蓝天白云的logo 大街上谁不认识 看看这经典的双肾 大就是好 好就是大 为什么不选L7啊 它太便宜了 不能彰心我尊贯的气质 那假如我把一百万剩下的钱买一块劳力士 但是这样能彰显我尊贵的气质吗 那你又为什么会选L7呢 因为L7配置高啊 后排有屏幕做时还要舒服 停 那你为什么不选X5啊 尊贵感不香吗 有钱买标 为什么不再来一块标 爸爸我要进去和汪汪堆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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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100万 也不是说好买车的钱就用来买表了 肯定要考虑更多的实际需求 所以车怎么样还是得开一开 用一用 做一做 在豪华品牌这里 80万已经不会缺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两台车前排舒适配置差不了太多 无非就是该加热的给加热 该调整的给电动 要看信息的给看清楚 新的外观 新的内饰 新的动力 总之就是刀法精准 新款马马X5的改动 都在大家希望看到的点上 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 这刀法确实能拿捏不少新设置 虽然这些配置摇漆低配白板早就有了 去年理想通过OT提升的加速能力 到了X5这里竟然变成了改快内容 这个挤压高的艺术 理想确实可以学一学 虽然L7销量本来就不错 但是今年毕竟是8295元年 所以新款L7还是新增了标配21寸轮毂 车机芯片更新到了8295 3加9.5兔电池容量到52.3度 一二排座椅标配10点按摩 前排储物格 投进音响系统 远端安全气囊 负粒子发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 还有 还有冰箱 改款嘛 怎能多给这个配置体现一下诚意 你一个加油的车 不加动力加电池 算什么增配 52.3度电池 已经很接近一些纯电车型容量了 日常需要用286公里不说 又能感受到纯电动的丝滑感 加电池当然算是巨大增配了 8295是什么 就是这个 看配置 你从Max变成了Ultra 价格涨了好几万吧 看来你的诚意的理解 还是不到位 在理想最擅长的配置面前 X5确实比不上 就不说冰箱了 座椅按摩可能也会是每个X5车主的愿望 但是传统品牌依然也有他们在造车上最擅长的东西 虽然这台X5没有空气悬挂和可调软硬的减震器 但是并不影响X5的架控风格调校 X5的底盘开起来属于舒适的同时 兼顾了运动 发挥了宝马运动取向的家族基因 而L7一年前我们的评价是纯粹的舒适取向 跟运动没啥关系 但经历了一年的OTA之后 现在新老款都可以获得相对运动一些的感觉 所以在底盘的体验上 比拼略显胶着 但从大家的选择中也能看出大家更喜欢开那台车 还有坐那台车 你俩都上后排了 你能不开吗 钥匙 你开 我不开 你去开 而至于坐在后排的体验 坐在宝马里的是尊贵舒适 空间大 比后排空间就你的不对了 要求能测量数据上来看 本来就是要比X5要大的 而且假如我掏出皇后座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看看这灵格造型的座椅 舒适 包裹性还好 看看这后背的角度 31度 在宝马插舞的两个字 尊贵 我没记错的话插舞的全系是没有真皮座椅的吧 哎 操不着后排为什么不能调啊 懂不懂人机工程学啊 31度的靠背角度 宝马的座椅不需要调啊 车是用来坐的又不是用来 哎 新款L7 Ultra延续了理想L系列的传统 标配列表 铃铛满目 选配项目寥寥无尽 这和宝马X5的配置表风格迥异 这么多都有家庭选啊 只不过加一点点钱 就可以得到豪华品牌的定制化体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马 不香吗 宝马这个幅度像是Pro选装费要17,000啊 这么贵一定很好用嘛 请立即接管 才是多点多了 你看看这个大屏幕 智能车机 有这么大个卡普类 有什么不满足的 能要贴吗 宝马是让你感受纯粹驾驶乐趣的 有NPOWER 你要那么多APP干什么 当时L7有三块大屏 主降副降都能爽 想听歌听歌 想看片干片 这不香吗 看片 展开江江 理想同学 在 最近有什么好片推荐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近期的电影 包整之双与鬼市 理想同学的语音功能 是我们用过用户接受度最好的之一 不仅可以听懂你说的任何话 理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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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您添一些奇怪的要求 他也会试图满足你 首先 恭喜你要去见赵木苗 在中国文化里 待访长辈通常需要带上一些小礼物 以表示增计和心意 下面是一些建议供你参考 理想同学 你能送我一套房吗 好了 虽然这期视频和我们平时的内容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插和L7的各种实测数据 我们也在一年前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对比 所以这次也是我们想从不一样的角度 带大家看一看一些真实的用户眼里 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 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遇到的很多人 都是像这次视频里一样 预算充足 但很多时候你做出的选择 往往是基于你当前的认知范围 很多处的朋友都是在了解和体验了L7之后 才体会到真相 而X5确实是在它的价位下 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国产之后的价格也提升了不少的销量 不过最终还是看个人的需求 如果看完了这些视频 也了解完了理想L7 却依然选择X5的话 那这就是属于你最好的选择了 而这位年度改款的2024款L7 不论是一年前的销量 还是产品本身的实力 以及更新幅度 其实都实现了对BBA的超越 最重要的是 L7真的就恰好符合 大家对一台水桶车的需求 财报上的各种数据 也完全可以证明 L产品系列的成功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理想接下来其他车型的时尚表现 会有怎么样的活动 那么我是一松 这里是12号车号 我们下期再见 嗯 要不幸运来躺 要不幸运来躺 好吗 哈哈哈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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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